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和我的妈妈大吵一架 事情是这样子 我妈妈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 要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呢 今年已经是四四五岁了 而且是离异的 离过两次婚 投婚呢 结婚三个月就离婚了 第二次结婚呢 离婚之后有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这个男生呢 现在是属于自己创业 每年的年薪大概有150万左右 在我们这儿 有一个全款180平的房子 我妈妈觉得我现在年龄比较大 早单身未婚的小伙肯定是找不到了 正好这个男生 条件又比较好 我妈妈就非常的满意 让我去相亲 我当时就拒绝了 我非常的生气 我妈也跟我讲了 现在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基本上是没有了 如果这样再不把握住 这一辈子肯定就是嫁不出去了 我现在也非常的矛盾 如果我想要一直这样追求单身小伙子没有人给我介绍 就会一个人孤独终老 那么我现在非常在犹豫 我应该妥协吗 我应该听我妈妈的安排吗 我应该接受这样离异带孩子的相亲吗 其实 从小到大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会是一个嫁不出去的圣女 现在 无论是身边的同事 还有同学 对于我的事情也是各种各样的议论 甚至在村里的人眼里 我就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人 我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你们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 因为单身未婚这个事情 常年精神崩溃 现在每天都处于失眠的状态 我真的感觉自己也要坚持不下去了 我的人生非常的迷茫 崩溃了